在大陆不断传出中共官员和文艺界明星的桃色新闻 最近中国时尚民歌天后汤灿因涉嫌贪污被判15年 据传汤灿是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两人的共用情妇 一时间民歌手与公权力的关系成为当下热门的话题 大陆最大的门户网站之一腾讯 6月8号发表有关民歌天后跟公权力关系的文章 文章以民歌天后汤灿被卑文缠身 并以他被判刑15年刑期的留言作为引字 带出中国社会民歌手跟公权力关系的深层社会问题 以及民歌艺术的堕落 文章认为中国的民歌并非民族歌曲 而是种官方文艺 也叫爱国歌曲 民歌市场竞争力不足 主要靠体制支撑 文章说 官方文艺演出撑起了民歌手的一片天 著名民歌手即便早就没有生存发展问题 也要保留或谋求一个体制内编制 特别是部队编制 文章不点名批评 每年都上春晚独唱的民歌手宋祖英 只称他靠官方文艺演出才有发展的空间 文化评论人叶匡正表示 目前的中国社会还是政治主导整个文艺市场 无论是央视还是各地方电视台 他几乎除了少数的一些民间的小剧场以外 中国的这种文化和娱乐 基本上是控制在中国的权力体制下的 宋祖英本是湘西苗家一个普通贫护女子 一个偶然的机会被选上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 1991年 他在央视春晚节目上 被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相中 之后就成为江泽民情妇中最受关注的一个 1966年出生的宋祖英比江泽民整整小40岁 据传江泽民让宋祖英和丈夫离婚 并让他拥有特殊的通行证红卡 可以自由出入中南海 外传1997年的一天 一位借调到北京的女歌手乘坐宋祖英的车 一同去中央台录音棚录小样 在车上 这位女歌手无意中打开工具箱 赫然发现一张中南海红卡 不久此事就传遍总政歌舞团 那位女歌手随后被所在单位 遣回原籍天津 有消息说 回天津不久后 他就被人从阳台推下楼灭了口 而江泽民为了让宋祖英高兴 没少花国库的巨款 宋祖英要到澳大利亚悉尼开个人演唱会 江泽民马上拨款数千万人民币给海军 让宋祖英在澳大利亚和奥地利扬名 江泽民还曾经花千万元 给宋祖英出首张精选DVD光碟 2002年中国信念前夕在全国上市 主角永远是那些为权力唱战歌 或者为意识心态背书的这样一些歌星 所以当那些歌星跟权力有这种关联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在北京是一个普遍现象 叶匡正指出 中共为了维持集权体制 把中国的大型晚会或者文艺节目 都改造成洗脑的工具 变成了为政府歌功颂德的一种仪式 叶匡正说 依靠权力和中共体制的歌星 他们暂时的位置虽然仍然稳定 而一旦背后的权力出现问题 就会波及到他